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的这种音乐风格 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多吗 挺多的 这哪跟哪呢 开始问 挺多的 为什么呢 我爸妈都是唱歌的嘛 再加上怎么说呢 然后从小就耳濡目染了 自然就喜欢音乐 然后再加上自己又 有这方面遗传吧 我是跟我妈像点 我是跟我妈比较 你说是音乐风格还是长相 这个 我还得上 长相的话比较折中吧 道不得罪人 就是音乐风格可能受妈妈的影响更快 对 就是妈妈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古典的 比较优美的柔美的这种音乐 没错 因为从小也是 因为我从小是跟我妈一起生活 所以就听这一类的风格的歌比较多 对 其实我 因为我对于这个孩子方面 我最近也是有一些一手的经验 可能小的时候 当爸妈的给孩子放一些柔美的歌 可能最初的目的是要 平复你的情绪 对 可能想要让你比较乖 比较容易入睡 你小的时候是那种很闹的孩子吗 你妈妈 没有 我小时候是真挺乖的 就很乖是吗 因为我听我妈说的 因为我小时候也不哭也不闹 就人家出生了对吧 就是孩子刚咕咕坠地的时候肯定要哭 但是我没哭 然后他们还以为跟医生还抱怨说会不会是个哑巴呀 然后怎么疼 对对 然后就急得要死 然后医生说不会啊不可能啊 然后就往我屁股上狠狠地啪一下拍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哇就哭出来了 好 放心了 这孩子是正常的 对对 好像好多医生打孩子都是以这个理由打的 对 小时候好多人挨过打 不过一个人 我们经常说他从小的这个气质 其实是能展现出来 长大了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千千君子 叫什么安静的美男子 对吧 从小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你自己除了唱歌呢 我也知道你也写歌 那你觉得你创作音乐这个方面 受妈妈的影响还多吗 这个影响的话可能不单单来自于父母 OK 因为接触创作的话比较晚 因为从小是学钢琴的 但是一直学一直弹 但是没有想过用钢琴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写个歌 或者什么 到了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 然后才开始写歌 然后 对到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 大三的时候 就是 怎么说呢 我是因为 一开始吧 有一个契机 我就特别羡慕那些能自弹自唱的那些 弹吉他 对你弹钢琴 钢琴不好搬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羡慕那些自弹自唱 我就看那些 哎呀 好多好多大就是大甲 然后弹钢琴唱歌 哇好酷 我就觉得我这这么多年 这个琴不能白学呀 对 应该好好地为我的流行音乐服务 OK 不能光弹古典 OK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扒谱子 就开始听那个光是听伴奏 八里面的和弦 然后说啊 钢琴没想到这么弹是有一个套路 这个和声体系下能 哎 能欠你的这么一首歌 或者怎么 我就哎 渐渐的就是掌握了 哎 用钢琴用和声来做曲的这么个窍门 就开始写歌 你学过古典过来 弹那些流行曲子的那个和弦套路 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对对 上手确实是挺容易的 就是一开始真的 那一根瓶颈就没打开 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事啊 对对对 那我觉得 在一个骚年 你看 年少轻狂的时候 突然间 开始想要通过创作的方式 表达自己很多内心涌动的情感 一定是因为情斗初开 哎呀 请问 霍公子第一首歌是为谁而写的 嗯 霍公子第一首歌 嗯 是 说实话 为一只狗狗写的 不是真的真的 这真是实话这个 真是实话 真是让人有点 还不是歌 因为那个时候 我家就养了一只 鸟田犬 哦 好可爱 养了一只鸟田犬 特别喜欢 然后我就直接就 就一步做二步修 就给他取名叫哈奇 就是巴公 对 就是 就给他 跟那个电影的那个中选巴公一样 然后给他取名叫哈奇 让他特别可爱 哎呀 就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 但是大概养了一年半的时候 然后很不幸就得了全文热 哎呦 真的太难受了 是狗狗的 得了全文热 然后当时我又是在学校 我妈 然后她 怕我担心 然后就没跟我说 她就 抱着哈奇 然后在 在医院里面 就是 就眼睁睁地看着她 在自己怀里面走掉 所以当时就 哎呀 难受的就 我是大概一个 一个礼拜以后 然后我妈跟我说了 当时就难受的不行了 就脑子里面在想那个方面 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她 然后 有没有点怪妈妈 对 没有怪没有怪 这个我妈也是为了我好 OK 对 所以就在那个契机下面 我写了 不是歌 写了一首钢琴曲 叫 那个 就叫哈奇之歌 哈奇 对 就写了这样一首钢琴曲 现在婷婷好像很幼稚 然后我也忘了她 然后这就是我可以说是 步入创作的第一步 一个开始 对 就是你突然会想到 原来钢琴这个乐器 除了可以弹一些大师们 先人写好的 这些很高难度的谱子之外 没错 它是可以弹出你的心里的感情的 没错 没错 然后才慢慢地 把唱歌这件事情再融入进来 没错 好 今天还有很多话题 我们可以继续聊的 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 听到了那么 那么感人的一个故事 好 那我知道你还有一首歌 名字叫唐诗 对 唐诗 虽然叫唐诗 但是用英文来唱的 是跟古人过不去 是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没有 这个歌也是一个英文巧合 我拿到手 是陈天 然后她最初写了这一首歌 然后把一个demo发给我 然后她是代替 在CCTV来邀请我来唱 她那个节目的一个一期的主题歌 明白 然后那一期的节目主题 正好是古长安城西安 然后这一首是主题歌 然后我一拿到手 看唐诗 然后一看 哇 是英文歌词 我就觉得很诧异 然后听了那个 然后是陈天找的她一个朋友来代唱的 唱的特别R&B 然后我当时听了 其实这个风格跟我还蛮搭的 但有一些地方还不太顺 然后我把主歌都改了一下 然后副歌保留原来的地方 然后就是改的更接近于我的版本 然后我发了一版过去 然后说这个也很好 然后就照这么改 然后就录下来唱了 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对 大家是很奇怪了 就为什么用英文来唱唐诗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一期节目 那一期节目的主角 正好是一个加拿大人 好像是加拿大人 是一个西方人 然后讲述的是她在西安的游历 然后就探寻 她也感觉自己穿越回了大唐盛世 然后在古长安城里面探寻 中国的那种文化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我觉得 这样子确实是合适的 用英文来演绎这么一首 很东方很中国的一首歌 就会感觉 意思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是什么样子 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一首歌的世界观 会更大 是 它等于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没错 和交流 通过你的这个歌唱 把它展现出来了 那说到文化的融合跟交流 所以我们既然现在也已经穿越到大唐盛世了 我想在这个茶馆里面 应该有一些会唐诗的人 可以出来跟我们比试一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还是刚才上来的那个人 还是她 小二啊 果然猜对了 掌声鼓励一下 我说咱俩有缘嘛 是吧 你敢说吗 敢说吗 我又来了 我怎么那么倒霉 跟你有缘 你叫我敢说吗 就是你不是唐朝人吗 我没说过是唐朝人啊 你是唐朝的河南人 也是可以的 对 你好 刚做完手术是吧 东渡过来了 对 关键是刚才我们霍公子说了 他有一首歌是这个文化的融合 现场想跟你过过招 看看你这个唐朝人 有没有资格当一个唐朝人 可以 是吧 我跟你说 我以前中过秀才 那家伙高考 好家伙900多分你知道吗 你以前中过什么 你以前中过什么 秀才啊 你中过犬文吧 中过秀才 你说啥我接啥 好嘞 你说啥我接啥 秀才是吧 那秀才应该唐诗就没问题了 对 没问题 啥都没问题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那儿 把我们美女挡上 对 那霍公子咱们给他出题考考他 来吧 强哥先 我看 对 君子有成人之美 君子有成人之美 君子 君子对小人 小人夺人所爱 对不对 这是这么说的吗 对不对 说的挺像你自己的 我考你 你说 穷则独善其身 穷则独善其身 拦住了 父则妻妾成群 嗨 你看 这啥呀 这啥就啥呀就是 吸着老婆 对呀 这应该是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 我给你出去短点 给你出去短点 你说 好吧 我们说了解一个事物啊 有的时候眼光太狭窄了 叫做管中亏豹 哎呦 妈呀 地震了呀 干嘛呀 你看见豹子了 你说你吓我一跳哪呢 我看见一神经病 我没看见豹子 你现在管中亏豹 你都看见豹子 你离豹那么近 你说你能不跑吗 你先去跑吧 去吧 对不对 去吧去吧 跑吧 拜拜 来掌声欢送一下 谢谢拜拜 谢谢谢谢小二 谢谢